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庄国家领导人大范围会议期间,24号晚,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 普京感谢越南政府和政府总理以关注大力指导开展两国达成的协议,寻找措施来解决双边合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范明正强调越南党,国家始终重视对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永不忘记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进一步深化越俄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符合两国的利益,满足两国人民的期望。 双方对近期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发展,走身走失感到满意,两国各层级,尤其是高层互访、会晤和接触频繁,双边贸易保持强劲增长。 然而,两位领导认为该成果未达到两国所提出的目标,需进一步保持密切配合,有效开展合作,尤其是在经贸、投资、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把合作扩大到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等新领域。 两位领导强调了能源、石油合作的重要性,这是月娥关系的支柱之一,高度评价在该重要领域取得令人印象的成果,一致同意继续鼓励和为两国石油企业在两国扩大业务创造便利条件。 双方表示,希望进一步推动能源合作项目,满足两国发展需求,符合当前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趋势。 目前,两国一致同意集中和加强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培训等的合作,范明正和普京还就提高科技、教育培训、旅游和交通运输等两国拥有发展潜力领域的合作效果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双方一致同意配合在2025年举办好月娥建交75周年系列活动。